《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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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早期是行为的介入 行为的介入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身体的体验 那种体验和自然之间的有一种对抗 或者说你的一种成熟能力 它会带到你以后的思考 不仅仅是这个作品 但是那种身体的本能很细微的一种感觉 那个东西可能是做不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那个作品里面好像有一点幽默感存在 后来我下来以后 有朋友说李伟 他说你的作品好像挺冷幽默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意思 只是因为我把这个生活里面的东西 实在的东西 但是用了一种超约现实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幽默 都不确定 对 所有行人都不确定 就是在这个状态 这样就和过去的行为就会有差别 因为我在行为之后 我在记录之后 我还有那个创造 那个东西摆在这 你是不是有感觉 是吧 你看了是不是 能从内心里面找到一种对异 这个作品的完成 并不是说你做完了就是完成 而在律师 还要有很多人来解读它 解读之后才是完成 因为你就是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社会所有的人 都在为这个文化做贡献 因为这个文化它是一个 所有人的一个共同体 共同的东西 所以都是比较高的 那个视线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环境 你一定是比别人要看得大了多了多 你真的是一种更自由的感觉成在 好话跟我无关 我要做的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社会里面留的东西 我已经不在意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出来 是不是给人看好不好啊 有没有进步啊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做的就是我自己 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的 其实是要开心一点 我不希望自己胡哈哈的一辈子 对不对 要开心一点 对吧 在开心一点里面 还有一点就是 我要去做我开心的事情 那个开心的东西 他做的那个事情 他有可能还会留下一点 为这个人类留下一点东西 对吧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给别人看的 有可能是你的前辈 那个前辈是另外一个时代 现在的学生坚持的时间 可能会短 因为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因为社会的压力更大了 其实外来给你带来的这种欲望太多 其实应该是在这方面 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坚持 因为你找自己 一定是要有一个时间段的 Jos不见到没有了 或许多久 你转换了 我acht音 可以把这个来到了 这个功率 CJ 我根本就懂得